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韬光钱包买玩具的韬光玩具箱 我们这一期呢 给大家分享的是 来自龙珠SHF的两款老物啊 那边是左手边 18年发售的摩人贝吉他 以及右边16年发售的 超级赛尔人贝吉他 两款的模具呢 非常的相似啊 各方面的这个配置呢 也比较的类似 所以呢 放到一起说吧 OK我们接下来废话不多说啊 先看一下两款的外包装 首先呢 我们看摩人贝吉他 这款的原设定啊 大家也知道 是在摩人不欧片中登场的 当时呢 他受到了这些邪恶法师的控制 虽然贝吉他呢 是有意而为之啊 顺水推舟 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 但是啊 其实我个人呢 那时候还是挺受冲击的 我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啊 真的还是在小学啊 当时觉得波欧片子举行 非常的吸引人啊 废话就不多讲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正面的盒子呢 是有一个主视觉 贝吉他这个标志性的手型 以及啊 就是这个SHF的一些 标准的配置啊 有logo啊 包括龙珠的logo 然后魂商店的logo 还有这个万代的logo 等等等等 这款呢 是在中国这个组装制造的 然后呢 侧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贝吉他的这个肖像图啊 包括上面啊 或者非常酷的一些图片 背部呢 是一些贝吉他的pose的展示啊 有不同角度的一些图片 总在说外形啊 还是很中规中矩的 看过魔人贝吉他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普通的超级赛亚人 贝吉他的外盒 普通超级赛亚人的这个外盒呢 其实乍一看 跟魔人也非常的相似啊 主视觉呢 也是一个贝吉他 在发招数的一个样子 主打一个呐喊的表情 特别呢 有一些贝吉他非常得意的pose啊 比如说这个抱凶手啊 以及这个面部的一些表情 非常的生动 我们重点呢 还是看一下背面 背面的特点呢 是和特兰克斯超级赛亚人的这个搭配 这两款放在一起呢 其实感觉更好一些啊 然后除此以外啊 也就是一些全身的粘粒相啊 pose之类的 同样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接下来呢 我就把两款的盒子拆一下 我们看一下配件的一些具体情况 OK朋友们 两个玩具的所有配件 都给大家摆出来了 从配件的对比上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些区别啊 比如说头发的颜色 魔人贝吉他呢 偏向一些生黄和土黄 而赛亚人版的贝吉他呢 是偏向金黄色的 面雕呢 魔人有四幅面雕 而普通赛亚人版的是有三幅面雕 但是赛亚人版本的手型的配件 却胜过了魔人版本 它有三对半的手型 比魔人的两对半的要多一对 贝吉他标志性的暴凶手 也是只有赛亚人版本 OK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配件的组成 我们再详细看一下这些细节好吧 OK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魔人贝吉他的配件的细节 面雕方面包括了本体上所带的这个面雕 一共有五副面雕啊 从左到右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最左边的这款呢是严肃脸 接下来呢是这个张嘴坏笑的脸型啊 这个脸型非常的生动啊 利吉万第三副是他的这个撇嘴的坏笑的脸型 第四副呢是咬牙的脸型 而最后一副呢也是这个严肃脸啊 与之前的那个严肃脸的区别就在于他头上啊 有这个青筋爆出 体现了一个内心复杂的活动啊 手型方面啊两对半啊 这副手型呢是这个四指并龙的一个手型 这类的手型呢是这个准备的战斗的一个手型啊 都是比较常规的手型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手型 我觉得这个手型还是相当的可爱的啊 大家看一下细节做的也蛮好的 手掌上的纹路以及这个手型的这个美学啊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还原的 OK看过了魔人版本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塞亚人版本的 从左到右四副面条分别是严肃脸 以及坏笑的脸型 第三副呢是呐喊脸 第四副呢也是一副呐喊脸 不过呢他这个眼睛呢看向另外一个方向 所谓方面四对半的手型啊 分别是这个五指伸展的手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还有这个战斗准备的手型啊 这个跟魔人版本的非常像啊 放在一起的前文不要混降 第三对手型呢是五指弯曲的手型啊 这也是龙珠一个非常典型的手型了 最后呢还有一个贝基塔给你点赞的手型 这个跟魔人的那个单独的手型一样啊 非常的可爱也很有特色啊 ok然后我们看过了这个手型呢 再看一下这个暴凶手啊 我觉得暴凶手呢总体来说呢稍微有些粗糙啊 大家看到了这个合模线和这个涂装呢 都没有配合的非常好啊 包括手抓胳膊的这个地方啊 一期的情况比较的明显啊 看起来很粗细 ok看过了所有配件呢 我们接下来还是整体看一下两个人形形态的一些对比 好吧 ok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啊 先检查一下模人版本的一个本体的情况 首先呢是可动性的展示 头部的关节呢还是SHF的标配啊 看起来还蛮松的 但实际上呢摆造型摆方向啊 都是比较好固定的位置的 不过因为这个关节设计的问题啊 头部呢很难抬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大概到这么高 也就是极限了 手臂的抬高方面呢我觉得稍稍有一些足矮啊 我不敢太使劲去掰弄它 但是差不多啊 这个手臂只能抬高到这么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手臂方向呢 这个三角肌的这个地方呢可以旋转啊 然后呢 两侧都一样啊 还算是比较的紧致 然后肘关节呢也比较的紧啊 大家看一下整个这个举屏以后的这个紧实程度啊 还是可以的 上半身呢是这个胸部以及这个腰部啊 相对来说呢会松一点啊 尤其是这个腰部啊 跟下肢的这个连接处 大家看到了吗 它还是比较的松啊 胸部的方面的这个可动性啊 大概也是向前是这样的 向后方向呢也大概只能抬到这样的一个距离啊 算是一个正常水平吧 OK再看一下下半身 下半身呢先看一下横叉的高度啊 哦还是还是不错的啊 能到达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呢向前踢 哎 这个幅度啊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紧致程度 我用了挺大力气啊 它还是纹丝不动啊 我觉得这个腿部的紧实程度 至少大腿根部的这个关节啊 还是非常的紧致的 然后呢就是一个膝关节的状况啊 膝关节呢 一般来说啊都是比较紧的地方啊 这个膝关节很紧致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脚部啊 脚部这个方向呢 哎呦掉了 看来是有一点点松啊 我可以按上去 脚部的这个方向呢大概也是一个SHF的标配了 嗯你要说松吗也还好啊 这个站立性应该不成太大的问题 总的来说呢下半身的紧致程度啊 好于这个躯干部分 跟上肢啊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些涂装上的细节啊 整体来讲呢因为魔人版本啊 它的身上的这个纹路以及图绘啊 并没有仨人版本那么复杂啊 所以呢它整体的一体性感觉还是蛮好的 涂装呢相当的均匀啊 呃基本上看不到太多的这个杂质啊 所以呢整体上来看起来呢 还是非常舒服的一款玩具啊 呃拿在手里啊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啊 呃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OK然后我们看过了这个魔人版本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超级萨人版本的情况 OK超级萨人版本啊 这个说是同模啊 实际上呢仔细看一下 因为魔人版本啊 它是手臂是暴露在外面的 所以呢其实手臂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以及上半身呢 这个穿了一个战斗装啊 所以呢跟魔人版本没有穿的也是有区别 如果硬要说同模啊 可能也就是下半身比较类似了 OK我们还是按时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可动性好吧 头部呢 好像比魔人的这个头部的仰视角度啊 而极限更大一些 大家看一下前面呢好像也是啊 头部的关节好像还是赛亚人版本的略胜一筹啊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上臂的抬高的问题啊 抬高啊也比魔人版本的要好一些啊 但是没有好太多 另外呢这个手臂啊也是这个大臂关节啊 都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肘关节呢 肘关节啊 紧致程度也是可以的啊 我觉得完全能满足各种pose的一个要求了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胸部啊 魔人版本的胸部和腰部啊都比较松 但是呢这个赛云版本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些啊 这个 这个胸部的这个可动啊 虽然可动范围呢跟魔人差不了多少啊 但是这个紧致程度呢要好一些 大家看到了吧 OK上半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他的大腿关节的情况 横站方面呢就完全比不上魔人版本了 他的这个最高极限基本上就这样了 如果你造成台呢这个髋关节的这个地方啊就会脱离啊 所以没有办法再做了 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踢的一个紧致程度吧 好像呢在这个紧致程度上来说呢 也不如魔人版本啊 所以呢在下半部分至少在大腿关节这个地方 无论是在可动范围还是在紧致程度呢 还是魔人版本略升一筹啊 膝关节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紧致的啊 这个确实出问题的也不是特别多啊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脚腕的这个活动 脚脖的部分这个关节啊 暴露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这一点呢不如魔人版本隐藏的好啊 但是从可动性上来说呢 两款啊差不多 这个赛人版本的紧致程度 跟这可动性啊大概就这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些细节 从涂装上来说赛人版本的感觉更柔和一点啊 毕竟魔人吧是着魔的状态 不如这个赛人版本的帅气 从涂装细节上来说呢 赛人版本的也是比较出色的 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整体呢很均匀啊 然后一些细节的纹路啊 把控的也非常好啊 总的来说呢也是一款很精品的玩具了 OK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暴凶手换一下 看一下暴凶手的一个情况 两条胳膊都是从这个大臂关节拔下来啊 不是特别的费劲啊 然后呢再把这个暴凶手给它安装上去可以了 首先呢先安装好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子怼上去就好啊 不是特别的费劲啊 然后再调整一下这个缝隙什么的 然后它尽量的贴合啊 OK大概就这样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暴凶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啊 有一些涂装的问题啊 有些杂质 除此以外呢 还是造型还是比较的这个生动的 两手一插啊 背他那种傲慢的感觉啊也就栩栩如生了 OK到这里呢我们大概这两款玩具的一些细节啊 就给大家展示了一遍 不知道大家是更喜欢魔人版本的还是更喜欢赛人版本的 希望啊如喜欢魔人版本的可以打个一啊 喜欢赛人版本的可以在弹幕上打个二 UP主啊期待跟大家的互动 既然两个版本的都看一下呢 那自然我们也不能放过这个摆pose的事件 接下来呢就是UP主的熊孩子pose事件 希望大家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看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两款贝吉他的分享就要结束了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请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OK掏光玩具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